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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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听说您家里养了好多野蜂是吗 一年有养一年百五 这么多 他叫李明松曾养过十几种毒蜂 山林中毒性再强的蜂子 他都有办法将它们降服 花山会照回来 围棄 围棄的时候也没一样 那这些你是养在哪里的 冬天是冬眠的 这两天是你无法找到 那等到开春以后 天气暖和了以后呢 冬王呢开始从那个地下 或者是树皮里边 钻出来以后开始产暖 就开始筑巢 从小巢产生很多工蜂的时候嘛 然后那个麦麦的筑巢 筑大了以后 他们就找回来 以后围在那个房间乌壑的地洞里边 土秦峰就这样 马峰呢就围在树上 屋檐下都可以 因为季节原因 我们无法见识一百多野蜂 养在房间乌后 是怎样一种壮观景象 塑料亭里的野蜂 是李明松用来泡药酒的 以前生活在深山之中的 利素人 主要用这种药酒 来治疗风湿疼痛 据说野蜂的毒性越强 效果也会越好 这只呢就是马蜂 在我们印象中 马蜂就比蜜蜂的这个 个体大多了 但是我们再拿一只 这个土秦蜂来相比 您看一下 听当地老乡说 这个土秦蜂的毒性是最大的 您看它个体非常大 据说是三只土秦蜂 就能遮食一头牛 后面尾巴上有一根刺 这个就是分泌毒液的毒刺 土秦蜂体型大 毒性强 可李明松去哪里找它们呢 但我们发现那个土秦蜂 然后呢我们就在它腰上 要细一个蜂镖 然后飞到天空是白色的 去刷一皮刷的脸 就能够把蜂巢找到 一旦发现蜂巢呢 我们就把它取回来 放在离家很近的地方 会养它 用昆虫引来野蜂 再往野蜂身上 寄一种白色的火草 能不能找到野蜂 就看利素人的奔跑速度 和爬树技巧了 一旦找到了蜂窝 怎么取蜂窝 让它们乖乖地搬家呢 万一野蜂们不高兴了 群庸儿公知又该如何 李明松说 每一种野蜂的习性都不太一样 给它们搬家的办法也不同 可招惹野蜂 万一被遮 该怎么办呢 那也是蚂蚁的一种 它是有翅膀可以飞的那种蚂蚁 能放我手上一个吗 可以可以 我们打两个蜂子 它吃了它就死了 什么 据到它就 野蜀呢 就是说这个呢 是那个马蜂 或者是土秦蜂的解药 它和那个马蜂呢 是相克的 只要马蜂或者是土秦蜂吃了 这种飞翼 马上就死亡了 那这个您是用酒泡的呢 酒泡的 酒不泡不行的 酒泡气 是的 据我们以后我们摸哈 它就好了 老李一代就跟我摸了 传给我们了 这是我们立宿所传统的 我们立宿所传统 世世代代都这样继承下来的 所以呢都会 凡事一物降一物 李明松到野外寻找毒蜂 这种解药肯定会随身携带 目前夜风正处于休眠期 我们无法拍摄到他们寻找毒蜂 给蜂巢搬家的过程 不过拍摄毒蜂不是季节 却是当地立宿人 扎堆办喜事的好时候 正巧沙漠沟村有人结婚 李明松还是寨子里的卢生手 我们随他来到了新郎家里 每一对新人的婚礼 也是全村寨的喜庆节日 山寨附近的亲朋好友都会不请自来 这是立宿族祖辈传下来的习惯 立宿人称为乡邦 主人家倒是省下不少心事 来帮忙的一个个轻车熟路 有条不紊的筹备婚宴 不知您发现没有 干活的一般都是立宿汉子们 而女人们最大的事 就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卢生手一到 他们就开始跳舞 打跳是立宿人的传统舞蹈 也是山寨里古老的社交活动 哪个小伙儿勤快 哪家姑娘漂亮 青年人彼此观察 长辈们也暗暗留意着 德昌县立宿族有两个乡 总人口六千多人 是四川省立宿族聚居最多的县 立宿人的婚嫁礼仪 至今保留着极富情趣的民族特色 在出嫁前一天 有件隆重而神秘的事情 等待着新娘吉祥 吉祥在家里穿戴整齐后 就出门了 她去干什么呢 经过新娘本人和她父母的允许 我们随吉祥一起来到了一片林子里 立宿族姑娘出嫁前 必须经过一道神秘的仪式 刮脸 刮脸也叫开脸 不仅立宿族 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这个习惯 而立宿姑娘的刮脸仪式 她神秘之处在于场地的选择上 那为什么就是到这个野外来进行化妆呢 不在家里进行呢 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并且啊 这个女儿新娘化妆是绝对不允许男士进入的 所以他们要找一个相对比较隐秘的地方来进行梳妆打扮 选择在比较隐蔽的树林里 关键不能让外人看见 特别是男士 哪怕是未成年的男孩也不行 因为刮脸 在立宿族山寨里相当于姑娘家的隐私 先涂石膏粉 说是能减轻些疼痛 给新娘刮脸拔汗毛 表明姑娘已长大成人 立宿人还认为只有拔了汗毛 死后才能转世 所以这个仪式对于吉祥来说意义重大 这位啊 她是今天这个新娘的伴娘 她和我们汉族人不同啊 这个伴娘都是必须要结过婚 然后是夫妻比较和睦 家庭比较好的是吧 才能当伴娘 她的老公呢 是今天新郎的伴郎 伴娘的任务今天是非常的重 她负责给新娘化妆 然后陪伴新娘 就是今天和明天 这两天的整个婚礼过程 一般情况下 新郎新娘会找各自的小伙伴 当伴郎伴娘 而立宿人不同 一般由女方家来找 他们一般选关系融洽的夫妻 这位伴娘叫吉才秀 今年五十岁 后来我们了解到 吉祥的妈妈出嫁 伴娘也是吉才秀 母女俩请同一对伴郎伴娘 这在寨子里是非常常见的 可伴郎伴娘 为什么非要是夫妻呢 吉才秀解释说 结婚当晚 新郎新娘必须由伴郎伴娘相陪 同宿于新房内 为什么会有如此奇特的规矩呢 每一种习俗的背后 跟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当地立宿人伴郎伴娘的 陪睡风俗也不例外 究其根源 还要从当地立宿族 古老的歹猪分子婚姻开始说起 那么什么是歹猪分子婚姻呢 也就是说 哥哥家的儿子娶妹妹所生的女儿 像《红楼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的关系 但与汉族姑表亲不同的是 歹猪分子婚姻具有强制性 家族内首选亲姑表 其次是唐姑表和舅姑表 最后才能与本民族的其他人通婚 这位大姐嫁给了舅舅家的表哥 她说虽是父母包办 婚后生活倒是夫妻恩爱 而李明友和吉星英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吉星英比丈夫大几岁 当年两人是被逼成婚 两人的婚事是家族里的人一手包办的 当年他们都反对 但反对无效 两人还是被硬拉在一起成了亲 所谓的亲上加亲 往往得不到青年人的认可 吉星英说 他们在吵吵闹闹闹中过了半辈子 现在对一件事 夫妻二人的意见出奇的一致 就是希望女儿自己挑选如意郎君 他们绝不插手 不再保管了 为什么呀 我说保管 希望二天 他们连个超假网 这么大人 认为自己比较幸福的吉大姐 对逮猪分子婚姻也觉得不好 现在说起来也不好 为什么呢 为什么就是自身有点笨 山林中他们像风一样飞奔 树烧畜 他们像猴一样攀爬藤月 硕大的蜂巢 剧毒的野风 他们却视为财富 什么是逮猪分子婚姻 新娘进门 为何撒羊粪 本期乡土 深入大梁山的历宿族山寨 讲述山林中历宿人的故事 敬请收看 山林中的历宿人 德昌历宿族 是清代中期 从云南历江永北一带迁来 由于居住在深山之中 群体弱小 生产条件落后等多种原因 长期维持着一种族内婚制度 而血缘婚 更是造成许多婚姻悲剧 几十年来 各级政府宣传婚姻自由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身居深山之中的隶宿人 渐渐摒弃了近亲结婚的陋习 即将出嫁的吉乡姑娘 虽然和新郎同住一个村 两人却是自由恋爱 喜结恋力的 第二天一大早 新郎家装饰一新 准备接新娘之前 这位大叔用立宿语祈祷半天 得让每位祖先知道 毕竟天丁进口 是家族内的大事 该说的都说完了 他将取亲重任 交到这两位身上 以前是白色的是火草麻布制作的 现在火草麻布比较少了 所以现在改成喜庆的红色的布 来代替火草麻布 这两个是小助手 那两个是正婚人 他们要到新娘家去迎接新人 就是新娘 今天亲自张罗婚室的并不是新郎父母 而是这两位正婚人 当地人也称为瓦拉帕 吃过饭 把拉帕铁城去接新娘 临出门时 新郎向他们做个衣 拜托他们将新娘安全地接过来 当地利宿族婚嫁历来简朴 迎亲队伍只有四人 鞭炮一响 男方家接亲的人到了 为了表示新娘的金贵 女方家的人要故意为难一下接亲者 或许今天有我们这些外乡人在场 这种表现已经相当友好了 女方家的大婶大嫂们 经常把正婚人关进羊圈 但进门之后 正婚人只能坐在门后面 看来不管女方家出什么难题 这两位瓦拉帕只能笑脸相迎 此时新娘吉乡家高鹏满座 来者即是客 婚人上门 主人首先邀请他们就餐 在新娘吉乡出门之前 妈妈怕女儿路上饿 将一包鸡蛋交给伴娘 当大婶大嫂们跳起舞时 吉乡该出门了 出门舞很有讲究 他们要轻三圈中三圈 出门后折返跳三圈 轻跳表示不惊动才气 重跳是把不好的踩掉 不跟新娘走 出门后再回来跳 是怕把财富带走 要留给娘家 那吉乡刚出家门就停了下来 伴娘把她的红盖头接下来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要走很远很远的路 所以就是精神要把盖头接下来 能够看得着第一好走路 就是一出这个娘家的门 就要先把盖头就可以接了 要进新郎屋的时候 也要把盖头盖上 从新娘出门到新郎家 要步行 还都是山路 他们不管路有多远 只准歇三次 相对于去接亲 回来的队伍算得声势浩大了 男方家听说新娘子快到了 要准备迎接新娘的礼物 可李明武却来羊圈收拾羊分 难道用羊分来迎接新娘 马上到新郎家了 送亲的人头顶一床大红被 把新娘罩在中间 李明武抓起羊分 撒向新娘 隶宿族的婚礼中 羊是吉祥物 他们用羊分来驱赶野外的 恶鬼和病魔 新娘进院时 新郎和家人都要躲起来 安利苏族人的说法 这样做是避免婚后不和 新娘吉祥进了屋 和新郎一起拜过祖宗 就进新房了 伴娘又给吉祥 穿一件婆家准备的长衫 接下来新郎阿祥 才在亲戚朋友面前正式露面 南方家人和女方家人 坐在一起互相喂肉 表示两家亲近 从今天开始就是一家人了 天色渐渐暗下来 吉祥和阿祥的婚礼才算正式开始 隶宿族新郎新娘拜堂 称为请拜 波及里的四碗酒摆好后 请拜仪式正式开始 按照习俗 南方家的舅舅先请拜 然后按备份高低进行 比新郎年龄小或备份低的 还不能请拜 请拜的人往波及里丢拜前 新郎都要逐一鞠躬答谢 负责敬酒的人 端两碗酒左右交叉递给客人 客人接过来将右手碗里的酒 倒进左手碗里 再将空碗还回去 请拜前不同于礼前 礼前主要用来回礼 或者婚宴上的开销 而请拜前属于小两口子 给多给少也全凭请拜人的心意 半个多小时的请拜仪式后 正婚人开始分发羊肝 美人两块 在场的任何人都不能落下 因为这个环节关系到吉祥和阿祥以后的称呼 吉祥和阿祥的名字是父母取的 结婚以后要用婚名 取婚名不受限制 由这位正婚人征求大家意见来取 如果有人没吃到羊肝 取婚名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婚名是以我们婚礼当天在路上发送的 好玩的或者是今天有意义的来取这个婚名 不是以男方或者是女方的姓氏来取这个婚名 他们取的婚名叫花草帕 花草帕 意思说他们这个名字呢 就是很吉祥很如意的意思 按当地利宿族的传统 从结婚以后一直到过世都用婚名 婚名就成为家族里亲戚朋友认可的正式名字 取完婚名 金郎新娘正式开始过招 取完婚名以后呢 有三个比赛 这个比赛呢 就是两个新人之间的比赛 第一个比赛就是脱长生衣 这个脱长生衣呢 就是随心脱完 那么注意家人在做什么事情 他比较利索 第二个比赛呢 就是请拜前 这个请拜前呢 是随俗的多 那么就证明他婚名以后的生活里边 随俗的钱多 在这个家里边分量就更重一点 所以两个人必须要抢 你们俩谁的多呀 你的多 恭喜啊 以后你振钱这么多 以后是你儿子当家 还是儿媳妇当家 儿媳妇嘛 儿媳妇当家 你认为儿媳妇当家好 儿媳妇当家 心脱你表个态吧 你说以后谁当家 当然是我了 还是她吧 新婚的第一顿饭 随心的随心加肉 说明互相恩爱 关心体积更多一点 吉祥阿翔之间的比赛 名争暗让 在一天的婚礼中 这时候的笑声最多 新婚之夜 有伴郎伴娘相陪 主要是怕新郎新娘逃婚 而现在都是自由恋爱了 伴郎伴娘陪睡风俗 以演化为一种形式 等客人都走了 伴郎伴娘也不再打扰 一对新人的二人世界了 等第二天天亮 一对新人一起上山放羊 来开启他们的新生活 这一次的德昌之行 本岛本来是想看一看 隶宿族人是如何 和野独风做邻居的 但是因为野独风正在休眠 不过呢 也不遗憾 一场隶宿族人的传统婚礼 让我们见识到了 这个民族独特的风情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想了解 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 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中国有多奇 乡图告诉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漆黑的夜里 他们为什么要私奔 因为我喜欢他 爱他 是父母不同意婚事 还是有什么隐情 你也是跑过来的 你个喜欢你个都跑了 七天后 新娘带着一大帮人回娘家 父母反倒大半婚宴 抹黑脸 捆到草 肥肉穿着吃 办喜事和这座桥 有什么关系 敬请收看下期乡土 阳桥情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